FMQ1.5 自遊一聲 漁夫自遊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高興到每一禮拜晚上的高點在空中和大家在會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主題很深色 我因為台南已經住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漸漸就賣一些我們台南的努前輩 他們在台南什麼都住了六十年以上 六十年 一家字開玩笑 1895年到現在幾個家字而已 所以他們都對台南的郭家財非常了解 所以最近都沒有一個通電位卡來 我是在我們親族裡面的阿接 那麼他後來來到台南發電 在台南也是住了非常久的時間 他本身對這個租借還有很有興趣 慢慢他在台南發電起來之後 他實在是對這個台南的這個實質 我今天跟他講話 都發現說這樣受益良多 很多古早菜在他的家裡說出來 都跟他說 他說的那種做法真是價格的古早味 最近他鄉鄉鄉差不多過了過程 就跟我說 他說準備要整個台南的老頭 總共要攜開兩桌兩桌 要去一間餐廳吃 這個餐廳呢 我們為了節目的關係 我們就不要說他什麼餐廳 不過呢 他是台南的這個 一間非常有名的餐廳的總部 拿出來自己去做 他呢叫做阿結仔 那麼這個阿結仔呢 他離開那間餐廳之後 就自己開一間餐廳 那麼那間餐廳呢 裡面只有四張桌子而已 四張桌子而已 這樣意思就跟你說很明顯 你如果不是來行的 你如果不是說真的知道 台南的這個好吃麵的人 抱歉 沒有要接待 你如果是 開始真的摸到台南的東西 知道他的這個手勞 這樣才有來交代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說 哎唷 漁夫你在介紹這種餐廳 請問的要去對吃 要對吃 人就沒有接待要對吃 你有福分嘛 要看緣分 對吧 所以啊 通常人像這種店呢 我如果有這個朋友啊 他呢 我哪算那個老頭子的呢 我才會 他來台南找我的時候 我就會帶他來這個地方 這地方的這個 的宴席啊 吃什麼 就是 由我們這個 陳作 跟我們 台南貴的這個 德高旺祖雲 都前輩了 他們大家就幫他 就跟他說 要自己擱擠 可以啊 我都要自己擱擠 擱擠當然不是說 所有我們 富生的這個 古早菜 都要做出來 那沒辦法啦 因為 大魚大肉 也不是 大家的這個 希望 大家是希望說 很懷念 古早的這個秋露 是不是呢 可以呢 請這個 茄莎 你把那些 古早菜 做一爪 來讓我們看看 沒有想到說這個茄莎 說 當然喔 這個大韓國 也都會要做 我們知道這個 電影 有一個電影 叫做 中泡塞 那個 中泡塞 那個電影 就是來我們台南區別嘛 很多這個 台南的場景 當然 裡面 這個菜式很多 也是我們 富生過期的這個古早菜 那如果說到我們的古早菜 以前 叫做阿夏菜 這我之前說幾個字 阿夏菜 阿夏的意思就是 好人 你就是 有權有勢的人 現在 古早時代就是去酒家 叫酒路來 背酒 但是呢 那個是除了酒家 當然到現在不一樣 那時候的酒家 那時候 我曾經 或曾經說 譬如說過期的工山樓 你不要看那種文人亞視 都曾經在那裡 在這裡 發表在政調的評論上 有時候也會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那個時代的酒家 稱說文人亞視 當然那些所謂的文人亞視 不是窮酸的文人 都是那些貴族的文人 像蔣威水 林憲堂 這都要在家裡 一定都有些錢 那叫我 他有給他 金家 還要做一部 有才能拿來做這個地鐵 現在這個 酒家 我們現在是在說 酒店吧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酒店 就是混作是那個 什麼 制服店 便服店 現在代表我們那種地方 裡面 酒就一直喝 如果我倒腰 水轎 煙塵 樓腳 樓腳 那個煙塵 叫整個煙塵切切的 隔壁這個 水轎 沙拉 沙拉 這樣沙沙拉 就要吃了 現在已經沒有在講求那個了 過去是這樣 在美國這個酒家 我聽 我看見那個 中藝人 就是我們 這個 這個 禮拜四驚的時候 他住了二七步 跟國民黨爭 爭到 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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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但是 這個中藝人 這個回憶錄裡面 有聲音說 他年輕的時候 去到這個 台北 那時候因為要去做兵 所以他特別去那個 那個藝人 那個藝人 還有 銀絲唱歌 頂頂 這樣 還有 年輕的 隔壁當然 讓他這樣 反正 去做兵法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 回來 不回來 所以 他的意思說 他在溫柔鄉 過了一天的隔壁 很開心 再來就是要去修正 當然 中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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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瘋 瘋 瘋 你瘋 瘋 我告訴你 你一後招牌就砸了 你想看看 自己一個人 這個阿蟹人 還是自己一個人 出來開店 你如果沒有吃雞 那就慘了 那麼 瘋 瘋 還有一條呢 叫做 換骨 通心門 有人說 化骨 有人說 換骨 還有人說 換骨 還有一條呢 就是隔壁 但是這 這四樓 從他做來 到底是 怎麼看的 出手 怎麼看的 手樓 這樣 這就很辛苦了 當然 我在這個 台南英偉 大骨 之後 有些那些 那些 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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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我就有 口服 當然 這樓 不能 錯過 放我這段 在瘋 這時候想說 沒有死 這有時候 來去 好好吃一餐 我對那些 其中的這些 菜 大部分 雖然我吃過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就是不一樣 塞浮 就是不一樣 的笑容 對吧 所以那一天 六點半開始 我剛才六點半就 我想怎麼 六點半就 走了 因為我就是 來看塞浮 準備的 這個工夫 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 台南菜 受到這個 福酒菜 影響也算很大 不過呢 可以說是 過去的這個福酒 跟後來 這個台灣 發電 坐在中國 坐在台灣 當然 我們富山 而且還可害 而且沒有 我們有這個 四個水口 兩個 來海 所以我們台南 應該是 不怪是這個 蓮亞棠說的 神仙福 新仙福 有什麼新仙福 富產資源 很豐富 所以很久 中國統一哥來菜 來到台南 精益求精 可如何吃 不怪我有一座 去到這個福酒 就專門去 方問他們福酒 最初有名 在做佛跳牆的 那間餐廳 他們的這個集材董事長 我趕一下 臉 這個集團 這個總裁 他要在心裡說 台灣 你們台灣受過一些 外來的這個統治 所以你們的菜 也要精益求精 其實不是啦 其實 外來的統治 當然也有啦 雙中的 雙面就是有 物產比較豐富 因為比較富裕 比如說 現在你如果去到中國吃東西 像我呢 最近這個蘇格 我就去中國 福建 跟他們研究說 我們做這樣 他們做這樣 比如說 魚丸 我們這樣做 他們這樣做 到底是對不一樣 所以我就特別去這樣 幫他洗過一座 發言 他們的東西 大部分 都很減 你現在還在做行列台上 你問也知道 他們的東西比較減 他們的吃飯 就不夠 台灣才會精緻 當然 在這個 一級三次 比如說 上海的 北京這些 他們的東西 做得比較精緻 不過最近 這個習近平 起來之後 就在那裡 在禁捨 所以他們現在 很多人都在這裡 餐廳 也沒有人在這裡 所以餐廳 現在 開始在那裡 港級 那一級三次 但是 雖然做得比較合法 那個口味 也會太減 中工的東西 就是這樣 比如說 你去那裡 看他們的餐廳 很棒 很棒 比如說 他們的大樓 你去那裡 這麼大樓 這麼大樓 但是你去看 很多工程 都沒有人 這中工人做的事情 也是 到真的媽媽 夫婦 所以 差不多就好了 所以不怪 這個 我記得是胡適 下的 胡適之 下的說 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 差不多就好了 這是真有名的一篇文章 好 那麼 這天 來到這裡 我六點 拼了 就 剛好看 到我們 其實 在準備 其他東西 都準備差不多了 在準備 幾項 比如說 一開始 就要有 修修補 在我們 這個版材材 通常一開始都要有修修補 怎麼知道這個修修 當然看你是要放三歲 不過黑色一定要有 有的人是放三色彈 眼前 黑衣製 代表我們是那個三色彈 比較容易被替換 比如說 在這桌裡面 我們這個 結果他就拿出這個 豬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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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肝是什麼 我哥 這說起來 就有的頭髮 先說 他這個豬肝 你如果是在 比如說你去叫雞人 那雞人有一段 在吃這個鹽 鹽 裡面 他就有 一種 叫做 肉 就是在雞人的肉 一般人會說 做和做雞 我跟各位說 雞腿裡面是怎麼 會 很奇怪 我以前在小時候 我們爸爸帶我去吃 他說雞腿 我想說 這怎麼吃半天 怎麼沒有雞肉 的感覺 我們就是在裡面 這樣 因為 參加一些 所以雞肉 主要吃不吃 結果 我們不懂得說 原來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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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雞腿 是家腿 家進來的家 叫做家腿 這本地是在 中國 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差不多在 江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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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酒妹 酒媽 就馬頭的馬 他們當地人說 他叫做酒媽庚 酒媽庚 就是 為什麼 叫做雞庚 就是把新的菜 拿出來 還像那種春捲 這樣把包包包的 還要整整 這樣 雞腿的 叫做雞庚 所以是家捲 但是你現在看 維基白歌寫成 多捲 多 錯了 有什麼錯 你要用這個 我們台灣會來講 多 多捲 不是雞庚 所以應該寫成 家捲 家捲 不是家捲 家捲 那麼這個東西呢 去到這個 野萌的時候 叫做 五香 五香 他們當地人 不是說五香 沒有說五香 條 當然就是在裡面 說什麼要拿 就叫那個字面 在下 變成說 你就要放五種東西 刷的切 也要把它切成五個小段 這東西 我說來到我們這個雞人的時候 叫做雞庚 去到 半三個而已 有去到宜蘭 宜蘭 有一個合作 乾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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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奇怪 宜蘭 是怎麼有這個東西 這東西是不是 宜蘭 有一個菜 很出名 叫做西魯 西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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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這樣就是 宜蘭 所以很欠 做一個 做蛋 蘭 蘭 我很想要唱 這樣是怎麼 這樣 宜蘭人 也是真的 很散 為什麼 這個雞庚 去到宜蘭 還會加進 地瓜 加地瓜 開玩笑 我小時候 有一句話 說 這 陳陳地瓜 和 切五角,這樣就表示這個地管是很長貴、很長貴的東西 不知道是切五角而已 切五角是在諷刺說你公平的工,原來只是切五角而已 所以他去到那裡,宜蘭人加進這個地管 這樣表示,那個時候我們人會將這個地管還加進一味 這樣就有錢嗎?比較沒錢,你可以放進地管 這個東西,來到台南變成兩條路線 這條就是我們現在在說的蝦康 蝦康,這個蝦康剛開始的時候是做肉康的形 用蝦、蝦,下去包 包做蝦康,蝦康因為台南這個地方 海傘很多,岸平港很多 那個時候,創始的人的故事是說 他本來在做蝦康、蝦康 但是去到那裡,看來就說 這裡都是海傘,為什麼乾脆用蝦康來做 所以聽說那個時候蝦康呢 一個蝦康要有六隻蝦 為什麼這個蝦要最新的就是蝦蝦 蝦蝦我們知道,過去台灣有一個報酬 但是現在呢,發明了怎麼養蝦蝦的這個方法 結果全台灣都在養蝦蝦 養到後來大家,農藥,化學,藥 都沾一堆,沾到後來 哇,再來,我們知道這些蝦菌都有進化 它就抗生素或什麼 比如說,你抗生素一直都吃每一項 這些蝦菌慢慢就有抗體 所以,現在台灣的這個蝦蝦 沒有就養了 我記得我以前早期來到台南 去人的溫子裡面在養蝦蝦 你知道嗎?那冬天這樣吐起來 冬天就像用熱水這樣把它沸沸沸 哇,好吃到要變過 甜蝦蝦蝦,很清甜,很好吃 但是啊,這個 現在沒有蝦蝦 現在要養蝦蝦就要怎樣 要混,混這樣 比如說你這個蝦蝦在養蝦蝦 你養一點蝦蝦,你就要去找蝦蝦 還有一點... 蝦蝦與蝦蝦 Box 蝦蝦那個大小差不多是蝦蝦三分之一 差不多是這樣 他可能就是一隻 蝦蝦是整條 조 各位有注意听到吗 我都说下座 下庚 马庚 那么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台南的第一关 说庚 那么汉字怎么下呢 下庚是一个卷 卷就有一个提手旁 那么第一关 这个卷呢 汉字要下作是卷 书卷的卷 书卷 所以这完全都不一样的卷 那么第一关 是差不多是 它是直径 我在看有两倍以上的大 它如果是这个长度呢 想不到也有 它差不多两三倍长 所以 这个第一关 可以切大块大块 如果是书卷呢 它是差不多分成三四斩 这样来切 所以这两个东西又不一样 第一关 第二关 这个 这个切出来 人们就知道说 虽然是简单的数据拌 但是呢 你这地方做得不好 那一天刚好 那一天刚才出出来的 这个第一关 人们就帮人 马上就有人说 这不对 这个 这个切出来说 哎哟 不好意思 他说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的 好像出第一道菜的狗狗狗包 你要想看 原來但是這個阿傑仔 他的該水是有理由的 他說 抱歉 今天的肉皮飼養剛好 休假 沒開 所以這不是我做的 這是我去買來 買來就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老頭 這個外甥鴿子很厲害 什麼都得到 所以 阿傑仔第一道 出師不利 這裡面 這四項雖然出師盤很簡單 但是你如果用不對就都不對 比較說 我說眼前就好了 眼前你要用絞肉就不會吃起來 一定要掙腳用毒的 肉要用毒的 毒肉 才會好吃 就用眼前做出來才會好吃 再來這個 黑衣鴿子 一樣 黑衣鴿子 你若是用這個海生的 黑衣鴿子很大筆 所以在切的時候就要大筆大筆吃 不是很像我們現在吃一般的 人家結婚的版材料 裡面 黑衣鴿子出來都這樣切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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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台灣人 比較熱錢 來吃 台灣人就是 公 不知道 死期已到 你現在跟中國走得這麼近 他現在每個東西都幫你買 民生物資 幫你買起來總量管制 你就死人了 到時候就沒空吃 這我一定在接馬六天不知道說多少 我朋友也說很多 但是沒有到危機就不知道 比如我們台南的這個三毛魚 你跟我們這樣介紹一直去一直去 三毛魚尾也一直去 前三毛魚堂也是一直去 一直去 那不是家事和水電的問題 當然不是 這就是後表總量管制 大部分都是國民黨那些人 跟中國人合作 國民黨這個組織就是 本來是很多人 去挖個國民黨 大部分都是為了利益 為了利益 不然在想台灣 未來發展 這就沒辦法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就要選擇 好啦 這樣我們再說回來 我們差不多就說了這個OEG OEG是用雍失的 譬如我們台南的水產試驗所 我記得幾個年以前我 我背到這個李定輝去到這個 台南水產試驗所 一陣他在做總統 我們台南水產試驗所一陣 都在試試這個黑魚 那黑魚呢 譬如說那個黑魚廟 有一陣子我們小弟去菜試驗 買到黑魚廟回來煮 我們爸爸都要喝 來跟我們一起吃飯 在煮的時候 煮好的時候 我們爸爸一家說 你這黑魚廟 那土味怎麼回事 我們天氣中 白天派一說 沒了沒了 菜試驗買了 這座位 這座位雍失的說 是啦 要去找一家 那黑魚就沒了 你就來啊 我不管 菜試驗買來 他買到那個雍失的 雍失的土味比較多 但是呢 有一個方法 給他減少那土味就是 黑魚不能太大吃 所以你說 雍失的通常 他的黑魚廟都比較小 比較小鼻 你如果害的 很瘋狂的 這樣 吃得很爽 所以你看 素食堡裡面 這大行的都要注意 黑做 要注意黑人好 那個煙錢 要注意那個肉 是不是 手工毒的 這個 地瓜間 當然 肉片市場 沒有開 你過隔夜 你又翻過 煮起來 做起來就不好吃了 這個黑魚子 是雍失的 還是海魚 海鴨 這些都不一樣 你看 你看看 像一個素食堡 這麼多工具 開玩笑 你不要在親菜 大家來幫你哭起的 後來 那麼 就是一道 一道要來出來 那麼 第一道呢 這個結婦 他就出一道了 叫做 紅針米糕 紅針米糕 跟我說過 不是今天要哭起的 這個主題 但是 紅針米糕 也是我們台南 真的非常有名的版材 紅針米糕 你如果去中國 福州叫做蟹飯 螃蟹蟹 現在飯了 但是在福州 這所謂的蟹飯 因為他們那時候 錢罵不是那麼多 要去吃錢罵 整個蟹飯 整個蟹飯 整個就是用這些錢罵來處理 包括什麼 焢湯 跟米糕 跟米糕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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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沒有的 所以這種 所謂的蟹飯呢 也是 官方 官方人家 跟那個 有錢有錢的人在這裡 修索 不是說 其實在台灣 台灣因為 這個 用食業 發達 台灣人 這個主館 海營的主館 比較多 所以呢 我們在吃這個 紅針米糕 不得了 你像一般 紅針米糕出來 怕有人做的 紅針 所以還有用那個 紅針去焢湯 喔 焢麥 怎麼焢麥 我一盞 早期跟我們 中軍吃過一台 吃那個 一碗麥 很好吃 他用什麼 他用處女巡 用處女巡的巡膏 膏 下去焢 焢到那麥 這樣 吃起來 香香香 這樣 裡面很巴濁的感覺 一碗麥 所以 這就是要在我們這種 物產 所以台灣是保土 你中國要玩什麼 我們自己沒有在營燒 還有什麼 台灣人自己沒有營燒 你要怪什麼 所以 他們 台北有一間 那間 可能是高級外上人開的 他說 他們的蟹飯 這是正宗的福州菜 我們 台灣這種紅針米糕 算他們福州郊外的菜 我聽你在說 你如果去 真的到這個福州去看 我就說 蟹飯不是算他們的主菜 不是說 多有名的作品 因為這 畢竟少數人 不是 受到一般的平民 庶民 他的虧愛 不一樣 所以 今天一出來 這個紅針米糕 沒有 結束出來的米糕 是這樣 因為這東西很容易 飽足 所以 他那一天的米糕 就沒有放太多 那麼 所以 那裡 不算可惜 做出來還是很好吃 但是 很重的就是 這個紅針 這個紅針米糕 你現在 如果是四個 我 很快很熟悉 用下去煮 有 尤其 四個 那裡 滴下去 那裡 那裡 就會在蒸 我說馬上總統 我太太 有一間 去一間 知名的餐廳 吃一個 上吐下瀉 那一天 上吐下瀉 不是我太太 還有很有名的 一個政治人物 和一位 醫生 還會買 他們在判斷 可能是 病毒 感染 什麼 總處理 總部要去一間餐廳 那些品質控制 真的有 很大 很大 這個問題 那麼 第二桌 是 肉 米 蝦 肉 米 蝦 你看看 漢字 上面的意義 就知道 肉 米 肉 米 肉 米 米意思就是說 中的這個豬肉 擦到像米 在那裡 跟那個黑人 大家下去 用下去 勾 煮出來 這道 這道 這個米是很深色的 你現在是去吃這個板豆菜也有 但是吃起來的味道怪怪 因為 主要是 滴肉 現在現在的滴肉 我們台灣的滴肉 已經算市場很成功 但是你如果去那裡 用那些外國的 或是用那些中國的 我告訴你 那些豬肉都不會吃錢 齁 你看我們在吃 我們台灣 在吃那種三層 我就想 我媽媽 有時候煮鹹味 他就去買這三層肉 上等的五花肉 這樣 湯湯的 切切的 摸那個蒜頭豆油 好吃到會變過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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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看看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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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看起來不知道是參賽 所以吃起來就不好吃 這個肉米蝦 過去在台灣的酒咖菜 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酒咖菜 跟這個牛肥雷肉蒜 這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這個是酒咖菜呢 因為主要是下韭菜 如果不用什麼補 補做小孩就不會有 還補到肉米蝦 你開玩笑 所以肉米蝦最好的是說 現在古早時代阿西亞去酒咖 有那個資深美女 旁邊有美女幫你割來幫你刺 這樣不知道有成為紅茶的形 我有一次去我們台南的一間酒咖 他說哎唷 哎唷 你怎麼去酒咖 沒有啦 算不知道 那個很像李翁來 李翁對酒咖的這種文 這種形態很有興趣 李翁如果有什麼新鮮的 他就要去 他這個小小小的嘛 什麼也也要記錄 他要去親身體驗一下 他說就酒咖 我還可以 我當然每週我都帶我水母的 做憲兵 站在旁邊 所以我都沒事啦 放心啦 要有事情也 往事只能回憶 這是 說笑 所以這個肉米 但是我一直到去那個酒咖 真的耶 我們台南 會這個酒咖 吃什麼 還有很多人 還有在出的酒咖 譬如說 百保丸 桂花儀 也有啦 那米花是會出的 所以呢 這米花出出來 有那個人 那個資深美女 就給你看一看 你面前一看 開始吃讚 好 來 第三道就是桂花魚刺 緊緊笑 有一些年輕人 來跟我們台南 吃這個肉粽 菜粽 我從網路裡面 看一支我們酒 很愛笑 他說 我們台南有肉粽 有菜粽 他想說肉粽 當然是放肉 菜粽 就要放菜 為什麼菜粽 裡面沒有菜 他會 為了這個菜粽 沒有菜 他會寫一大片 的文章 文章實在是很厲害 這菜粽 我們台灣人 人家說 吃手 吃素 或者說吃菜 吃菜 大家就知道 你吃素 你不要說 吃草 吃草是大家在開玩笑 吃草像肉 那個 人家什麼 吃草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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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沒有關係 對吧 像剛才我們說的 雞 是家 捲 不是雞捲 一樣 桂花 魚刺 抱歉 這個桂花 裡面 沒有 這是說 因為他在煎 他在做蛋酥 把那些人 用到油鍋裡面 把它炸起來 那個蛋酥的那個樣子 就像一小朵 一小朵的這個桂花 所以它才取名為桂花 魚刺 有魚刺嗎 這個是不是 其實這個東西 我現在 我現在先把我們這裡所有的 動寶團提供 我是很反對吃魚刺 尤其是 看到人在捏那個鯊魚 一隻鯊魚 這樣捲起來 你可以為了他的鯊 把他 掛掉 然後再等到他 在裡面 他還在這樣 殘障 可以在那裡 瞧瞧瞧瞧 看起來是很純粹的 所以我是很反對吃魚刺 但是今天是因為他在剋鯊 所以說 好啦 看看他做出來是怎樣 我也是 原則上吃一小口 嘗一下滋味而已 我們這個 尤其是台北 有的一種 傳聞一種魚刺餐廳 距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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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人請我來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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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中途 還不是在吃那些什麼 啊不是 他不是生日 這樣 兩個人 還在說事情 要請我吃魚刺 那時候 大家對魚刺 還不是要禁止 就去 兩個人吃東西 兩個人吃九千幾塊 叫三行菜而已 九千幾塊 嚇死人 所以呢 那個叫特賊 在這裡 魚刺在櫃 不知道在櫃哪條地 啊 我最近去中工呢 有幾個一間餐廳 請問一下 我名字有的 這支天酒刺 就用那個放在櫃子裡面 天酒刺就是那個 鯊魚的那個背鰭啊 哇 這支有骨頭雞這樣 這樣 看你也很討厭 這樣 啊 那就是我們這個 桂花魚刺 喔 我們看這個電影裡面 啊 啊 有出一桌了 是種的 魚刺 喔 啊 跟牠穿在那裡 那裡那個 豆芽菜 那裡 嚇死人 這種工夫 要去找 啊 就是魚刺 跟豆芽菜 那是最快 那滋味上 是兩個最快配合的 啊 那就是你把魚刺 要怎麼撐在豆芽菜 啊 不然我聽人說 這開始有這道菜 我說 真的假的 做到公平去 把它撐黑就撐了 你要算說 比較有年紀的 這個中婆的 我怎麼把老花園 要撐著 撐著撐下去 撐黑 欸 說那裡 就要撐到魚刺 先把它撐一撐 撐一撐 撐一撐 撐到魚刺 就對了 喔 我這麼麻煩喔 何必咧 吃東西吃到這樣 我有一次 去這個中國的這個 熊海的綠坡人 還有一種種種 他用那個 喔 那種種 這樣 蜜蜜麻麻 差不多 幾千人 嚇倒人 啊 我這樣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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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那種的內餡 這樣而已 那很小顆 非常小顆 那這樣吃 有意義嗎 這樣吃 是在呈現 說你 你 你時間很多 你自己營養就對了 齁 但是這個 呃 大部分都是像這味這個 桂花魚刺 就是 他那是用 什麼 什麼 小鉤刺 啊 用一種小鉤刺 齊齊 這樣而已 這就是我有一種 在這個 台北 有一種叫 阿財魚刺根 我就常常這樣說 一個笑話 說那個 阿財魚刺根 啊 有一種我去吃 我去吃 日本人說 你阿財魚刺根 怎麼沒有魚刺 結果阿財那種就 他沒有看出來說 我沒有叫做魚刺 不行 就是阿財魚刺根 也好啦 沒有魚刺也好 好 好 那麼 這桌也叫做 桂花魚刺 那麼再再過來呢 啊 這桌就是我 今天一來 我一直特別非常注意 它的叫做 化骨通心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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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化骨通心麻 還有人說應該不是做化骨通心麻 應該做換骨通心麻 不管怎麼樣 通心麻的這個做法 我一件去中國的全球 全球 全球 有賣一味給做通心麻 但是他們沒有以前什麼化骨 換骨 他們就叫做通心麻 它那顆通心麻是那個黑骨的那種麻 就是河蠻 這是河流裡的河蠻 那這種就是它兩隻蟻 那種蟻 那些麻的蟻 它那個蟻是蠻色的 看起來像蝦子是蝦的 所以叫做烏耳蠻 這是蝦蝦的 蝦蝦的蠻蠻的蠻 它有做這塊 但是呢 將來骨頭把它挑掉 挑掉才塞在大堆裡 什麼孫溪啦 紅蘿蔔啦 什麼蠻的蠻的 這塊來到我們台灣賦名 叫做化骨通心蠻 那塊是說蝦 骨通心蠻 啊這很麻煩 這塊呢 我看他們的做化聽說 這個蠻的要先把蝦子蓋在裡面 當然那是古早時代 蝦子裡先讓它把泥沙投出來 比較沒透味 比較沒透味 那種就是這個 讓它透兩天之後呢 這就裡面還要清 現在用那個蝦子裡面 就它骨頭把它清清出來 變成那個空心蠻 那現在之後就要洗 洗之後就要洗 洗之後就要什麼 要再吹 頂薯很麻煩就對了 啊 那種骨頭 換成菜 換成紅蘿蔔 換成那個蝦子 這樣下去吃 這味道叫做化骨通心蠻 但是那個頭跟那個蝦不能吃 所以大部分 這個蝦子拿出來就是種魚頭跟魚蝦 它還要保留下來 有什麼不留下來 表示說我沒有頭跟鞦 整個蝦子都放在這裡給你看 那我們過去吃這個蝦魚 我們以前在板頭的時候 尤其是板魚炎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個桌子上有出蝦魚出來 大部分都會種到蝦魚的罐頭 那罐頭上面有一個白柱很大叫做蝦蓮白的蝦魚 就是墨西哥的蝦蓮白的蝦魚 就種到蝦蓮白的蝦蝦 把蝦蓮在上面出去 要是說你看 我用的這就是 一個折蝦蓮白的蝦蓮白的蝦魚 那比較最好吃 蝦蓮白的蝦魚 補蝦又Q了 再來呢 這就是我們最有名的叫做蝦蝦蝦蝦蝦蝦 你來去看那個 電影中部獵 那不是說 演這段傳 那什麼這個雞的雞頭味呢 就是 雞頭 爆雞 雞頭 爆鼻 雞頭 爆雞 雞頭 爆鼻 所以這個雞頭 雞頭 鼻 這個名字 沒有什麼照順序 但是真正的作法是 雞頭 爆雞頭 再爆一隻鼻 這個酒缸很豐富 但是它說吃起來的層次感就非常的好 我們祖母裡面的阿祖就說 因為它經常在環遊世界 所以它說到蘇格蘭英國 這算一個英國有一道菜叫做Hoggis 在這裡翻到哈吉斯 叫做羊肚內餡 因為那個地方的人 就將羊的內臟 加上一些什麼馬鈴薯 牛油 加上一些會塞進羊肚裡面 下去煮 煮好之後呢 通常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大家看到他們的豆 你知道他們的白人看到這種東西 就差不多要吃不下去了 要記住蘇格蘭怎麼吃下去 所以有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先把它端上桌 然後把它切開來 把它切個十字然後切開來 這個豆就在了 另外一種是讓你看一下 我已經在豆裡面煮好了 所以我把豆撈掉 切一切的 裡面的東西倒出來 讓你吃 這是兩種吃法 聽說是要配蘇格蘭的威士記者的盒子 不過來 蘇格蘭他們有一個有名的詩人 叫做Merms Merms 伯恩斯 今天我們用詩來贊送他們這道 Huggish這道菜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個詩人節 就是專門在記念這道詩人的時候 都可以吃七道菜 但是要吃七道菜 正常一定愛生 由他們蘇格蘭語 下去念一道野詩 才能開始動手 我們台南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雞在哪裡 沒有詩人給它讚頌 兩天找一個詩人 來寫一片 但是民間有一句話說 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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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在東西吃到頂腿 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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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民間說的 當然比較吵鬆 所以我們以上講得到的 你看 第一就是肉米荷 第二就是貴婿蜜 第三就是通心茭 第四就是雞在哪裡 那麼有很多朋友,他們就說,他們有,你們看一些看這四桌, 台南美的菜,這四桌菜是要怎樣?成奇大局,因為你請客客, 你也要賺美,總是要有各種不同,其實,結果他沒有出一種古早味, 他有一種行人和婚姻那種病,這真實在是古早味,那是很好的, 那一出來,最受歡迎大家吃到料,當然,台南不是說,只有那一項, 只有這幾項而已,應該是非常多,但是不是說每一項,你說, 只有兩桌菜,大家這樣暴飲暴食,這是不好,不健康的, 我們是今天才的科技,科科這個菜夫,有種到他的技術, 放不記得沒有,怎麼沒就好啊,他吃到那麼多,要做什麼, 其實我們台南有很多東西,比如說,擦扇魚,擦扇魚和這個最愛的草薩湖, 這完全兩回事,我有一種呢,去到香港,去一間香港非常有名的餐廳, 這間餐廳專門在賣中國的順德菜,什麼叫順德菜呢,順德菜聽說是粵菜之父, 那就是說什麼工藏菜,就是為他發棄的,比如說客家菜呢, 他們說是在中國福建的長丁,長丁就是客家菜的發源地, 嗯,這是怎麼這麼說,到底是不是我都不知道, 那以後研究比較親密,再來跟各位分享, 不過這順德菜那間餐廳,他當然有幾個東西都很好吃, 但是他裡面呢,那一天我看到他寫到一個說, 今日主廚推薦,今天這個主廚推薦, 看到他寫什麼,台灣炒麥魚,炒扇魚,台灣炒扇魚, 啊,真的假的,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說我們台灣, 比如說我們的水果,比如說我們很多食材, 食材是讓人很稱讚的,讓人很羨慕的, 所以呢,比如說香港,他們現在就很欣賞我們台灣人很好, 啊,所以呢,現在的香港一定是錢才會怕死人, 現在聽說八百萬的人口,啊,每一天啊, 由中國來上班的人,差不多有一兩百萬, 啊,為什麼由中國來上班, 那個上班不是說去辦公,是早期說, 看到他們這個香港是免稅區, 所以在裡面買東西買去中國, 還要去轉賣,啊,最近有一條新聞很深色, 就是說,有一間這個墓,啊,本來是賣日常用品, 結果因為比較靠近的這個邊境的地方, 所以呢,他們總是要改正,改正只要賣那個精品, 要做什麼,要讓中國人來賣, 這個附近的這個基民都交開台會, 大概在那裡看他,啊,我在那裡看他那個新聞的時候, 他們那裡有這個香港的這個基民都在那裡看他, 啊,在那裡賣,賣說,為什麼我沒有開一個墓, 讓他們來這裡,啊,抽菸,吐痰啊, 你看這個中國人,到世界,啊,抽菸吐痰啊, 那心態實在是, 其實這個民眾怎麼愛吐痰, 這是什麼心態,我才想不到,啊, 所以我那時候,在開玩笑說, 有很多痰啊,這個中國人來了, 就變成吐痰的痰啊, 啊,走死人啊, 走死人啊, 我記得我年輕第一離去北京, 那真的喔, 那時候北京又是很古早時代, 喔, 不是現時北京,喔, 那現在一定這樣, 改一下什麼, 那什麼, 什麼, 要走死人啊, 那麼, 他們那時候,喔, 我走在那, 北京的路上, 都要注意, 喔, 不小心就是, 去給中國人的娛樂 去給他的親子掃到就對了 所以今天的科期 雖然是四道菜 但是這四道菜最主要就是 要大家做回來回味 就是過去台南那種古早味 對傑莎來說 也就是說 因為這幾道菜都很糟糕 所以他平常也沒在做 平常就說 除了有真正的來行的 來到這裡 就會跟他說 哭哭哭哭 所以在台南吃東西 我有一些朋友來台南 現在我帶他去吃私房菜 就是一種沒有在對外營業 就是說 真正對外營業 你就要去點 他可以下去做 像這種人 你就要用科期 你幫你忙給他客氣 但是你要用科期 自己要有一些老饕的樣子 他說 來 我要點那個化骨通心門 你準備下去 我要點那個雞在土地 你也會說 不會說 你是要跟點什麼 跟誰要搶你了 所以這項主要是 將這四道菜 將它重現鋼 實在不是重現鋼 重現我們這些人的面前 所以在台南 很舒服 要可以為到這些古早菜 去搖翔同年 這個富翔的富裕年代 那個時候的故事 這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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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今天呢 跟各位分享到這四道古早菜 非常多感謝 大家耐心的這個收聽 其實我跟你說 每個節目都準備很多 各位你看我今天說這四道古早菜 你看我的準備多少 而且文字都這麼好 在我的漁場建埔的部落裡面都有 所以你在收聽的東西 也可以順便 聽完之後 就去看一看我的評論 像我裡面 是怎麼寫 在我的部落就有 這樣大家分享會越來越有趣 好 這樣今天時間已經夠了 這是FM求1.5自由之下 漁夫自由行的節目 我們後禮拜 暗時9點 同一個時間 共同再會 拜拜